歡迎收看本年新聞 大家關心的電話大小事 頭骨店有一台自己競爭的窯口披薩車 以後五層層原本是一位甘廳師 後來開始買披薩 還發明全台第一台的行動披薩車 老闆表示原本都在家裡做生理 因為別母二歲越來越大 為了八坊家裡的人 他就在自己的時候回頭骨老廚 門口來買披薩 這請問到日前一個好生的美貴 也受到在地人的喜愛 頭骨骨頭做回來了解 選二號好了 這出台就有客來住門 行李是搶搶滾 頭骨店這間拜六禮拜和店遊行披薩車 是這受到在地人客的歡迎 也只有吳正漢平常是都在家裡做行李 因為是當人家裡老的關係 他們家幾年前決定 一百五禮拜六還要出門口來拜打買披薩 吳正漢平時雖然說頭骨心裡沒到人那麼好 在家門口白打人客也比較少 不過只要有機會照顧北母 為他們吃飯 他就覺得很滿足 有啦有吃啦好吃啦 回到的小孩拌了啦 大人吃 海鮮 還有鮮雞 那時候怎麼要吃 不是我還要吃 很友好的啊 爸爸媽媽怎麼吃啊 我都在抖六賣 然後其實我老家在土庫 所以我在這邊擺的時候 有很多客人都說 你怎麼不去廟口或去 尾行塑那裡賣 我想說 其實我回來 土庫賣披薩的主要目的是 想要陪陪家人 主要目的是陪家人 然後吃要目的是賣披薩 當然有賣生意 好一點當然是不錯 沒有的話 也是陪爸爸媽媽吃個飯這樣子 在土庫的 比較忙的時間 大概在十二點半以前 所以爸爸媽媽也配合我的時間 大概十二點半 大概一點那時候才吃午飯 我還可以跟他們一起 坐著吃飯這樣子 吳鎮漢標示 他所做的每一份餐點 都到臨碗碗的熱情 用心對待每一份食材 他也讓每一位客人都吃得開心 他也將粉飲在地無散 加在披薩當中 發明米米還有在地的他裡有口味 他也讓更多人 就由美食 來了解粉飲在地都散 主要我們是做這種 柴燒搖烤的方式 然後是行動車的方式 然後台灣第一台這種搖烤披薩車 就是我設計 也是我自己做 你看得到的東西都是我自己設計 也是自己做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可能我們的 有一個口味是 他裡屋算是比較特別的口味 是我們自己研發的口味 所以自己幫他取一個名字 叫他裡屋 因為他裡屋 是斗南的舊地名 叫他裡屋舍 是平埔族的舍名 然後斗南的特色農產品是 其中之一是馬鈴薯 然後披薩跟在地的一些農產品 做結合這樣子 這份窮萬好心和的一件披薩 溫暖人客心和拔豆 也讓偷口團出順順溫暖的香氣 現在你給拔拆放報道 可以給拔拔 謝謝